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津津 一千八百七十几 财哥心底很清楚 张凡是给他留面子了 我儿子去平黄县城去上班了 我马上打电话让他回来 不过从那儿回来得两三个小时的时间 您几位稍等吧 案子没有查清之前 我们不会离开村子 你打吧 好 财哥应了一声 拨通了儿子电话 毒素他儿子 立刻要回来 他儿子也是立刻答应 短时间的也见不到你儿子 咱们去第二个死者家里面看看 张凡向罗杰提议 罗杰立刻答应 好 警察同志跟我走 我带你们去第二个死者家里 财哥寒暄着 将几人送出门 在张凡几人要和财哥分别之时 财哥难为情地在张凡耳边小声说 警察同志 谢谢你给我留面子 还有啊 这事如果对案子没有什么影响 还请您不要往外说 谢谢啊 张凡点点头 在这事情上面也没有多做什么讨论 你儿子回来以后 第一时间通知你们村支书 我们立刻过来 好的 随后 张凡几人便离开财哥家 在罗杰带领下 踏上了去第二个死者家里面的行程 警察同志啊 您跟财哥说了什么呀 他那么服你 罗杰实在是按捺不住好奇 冲张凡试探性地打听 哼 没什么 听到张凡这样的回答 罗杰知道张凡不想告诉他 随后他笑道 不过从财哥的表现来看 您在项目方面一定是特别的厉害吧 资格的罗杰也明白了张凡之前说的 他们有自己的办法这句话了 张凡没有劫茬 罗杰则一连又问出好几个问题了 警察同志啊 您 您能不能帮我看看面相 看看我这辈子 还能不能再往上走走 还能不能再富裕一点 还有啊 我儿子他能不能有出息啊 今天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等案子查清了 我再一一帮你解答 行行行 等有时间您再帮我解答 我先谢谢张先生了 罗杰话音刚落 小冲一脚闷住了刹车 开口问 是这家吧 对对对 就是这家 咱下车 罗杰率先下车 走进了这户人家里 这户人家 篱笆院外的门并没有上锁 但屋子里面的门却上了锁了 罗杰也不清楚 这家人跑去干什么了 几人等了十来分钟 也没见这户人家的主人回来 所以 众人又去了第三个受害者的家里 第三名受害者家里面的院墙很高 大约有三米 并且 有一个厚重的大铁门 隔绝驾驭外界 从外墙和大门的建筑风格来看 这户人家更像是汉族人 罗杰下车到了门口 直接把门推开 带着张帆几人进到院子里 只见一名四十来岁的中年妇女 从房间里面出来 这人身上并没有穿着 壮族特有的服饰 穿的是他们张帆这样的 现代化的衣物 并且身上也没有佩戴什么首饰 这女人身材千瘦皮肤白皙 模样俊美 走起路来四平八稳 看起来像是一个知识分子 给人一种文文尔雅的感觉 这位是我们村唯一的一户汉族人 也是我们村里唯一的老师 王老师 罗杰一边向中年女人走着 一边对张帆几人介绍 他到了中年女人身旁后 对中年女人又说 王老师 这几位是上面派下来 调查咱们村里面命案的警察同志 我带他们来啊 是想从你这里了解一下 你丈夫的情况 哦 那几位警察同志 屋里请 王老师点头 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几人一同进了屋 王老师为张帆几人气了茶 而后坐在张帆几人身旁 王老师无论是步态还是坐姿 都是十分的端庄 给人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 罗杰望向王老师的眼神里 也是充满了欣赏 几位警察同志 有什么问题就问吧 我不会对各位有任何隐瞒 只希望你们能找到杀害我丈夫的凶手 王老师说完这话 脸上浮现出了一抹悲伤 更有一滴泪痕 从眼角滑落而下 看到王老师的样子 罗杰脸上当时便出现了一副 心疼的模样 他连忙从兜里面掏出几张纸巾来 递在王老师面前 宽慰道 王老师 别哭了 人都已经死了 这哭也没用 你得保重身体啊 罗杰见王老师并没有 接他手里面的纸巾 做事 便要帮王老师擦肋 段琳琳和小宁见了 都是翻了个白眼 臭男人 他们声音虽小 但罗杰还是听到了 他的手不由微微一顿 妄想段琳琳和小宁 干笑了一声 把纸巾放在桌上 又对王老师 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一声 还是你自己来吧 自己来 别说是小年和段琳琳了 张凡和小宁这样 对情感不敏感的男人 都感受到了 逻辑对于王老师那种 特殊的情感 你丈夫死前 有没有什么特别表现呢 他有特殊的表现 什么表现 在他临死之前 跟我说过 让我每天 记着我平常要吃的药 反复叮嘱我 家里那些纸巾的东西 存放在哪 他跟我说这些话的时候 已经引起了我的注意 我当时 就觉得有些不对劲了 听到王老师这番话 小冲看了看张凡 那也就是说 王老师丈夫 和第一位去世的老太太一样 都知道自己是大显将至 提前安排了后事啊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 请不吝点赞留言 请不吝点赞留言